现在关心开米海风影响台湾 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校园里头 那么呢可以看到呢 现在随着时间呢进入午后 这个在文化大学阳明山这边的这个风势跟雨势呢 都是持续的不断增强 那么现在呢就在文化大学校园里头 要前往宿舍的道路中间呢 也传出灵性的灾情 也就是呢有一棵路树呢 疑似不敌这个强风跟咒语 不断的吹拂跟拍打 也因此呢这个路数呢 是直接从中间断裂了 那整个巨大的树枝还有路数呢 就是倒在路旁 那也影响到了交通 路过的车辆呢都得小心减速的来通过 那所幸呢现在的时间呢 算是大学的暑假 因此呢校园里头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学生的 那也没有人员呢是受到波及 不过呢路数倒在路中央 还是相当的危险 那这棵路数呢就是疑似呢 因为这整个早上呢 其实在阳明山上呢 在文化大学这边呢 也是有特的十级的一个强阵风 那加上雨室呢 间歇性的大雨是不间断的 所以呢推判 因此呢这个树呢 才会从中间应生的一个断裂 而除此之外呢 在文化大学这边呢 其实呢也还有一些这个防抬措施 也是加紧的来准备 那也就是透过画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呢 包含了要前往这个地下室停车场的一个通道这边呢 也都堆放起了沙包 避免这个水流呢 是持续的往下来累积到这个地下室 造成地下室淹水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在文化大学这边呢 强风跟咒语依旧是不断的 不过还好现在呢 在校园里头的学生并不多 那刚刚呢 其实我们也有访问到一些学生 那他也强调了 其实这次的台风呢 跟以往来比 这个风雨都是相当的大的 所以也提醒民众要特别小心 特别当心注意